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将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创世纪的十六章的第一到第六节 题目是夏甲怀上亚伯兰的子嗣 创世纪十六章第一节 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 萨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 萨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 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 亚伯兰听从了萨莱的话 于是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 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 亚伯兰和与夏甲同房 夏甲就怀了孕 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 萨莱对亚伯兰说 我因你受屈 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 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亚伯兰对萨莱说 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带她 萨莱苦带她 她就从萨莱面前逃走了 在前篇中,我们看到亚伯兰听到耶和华所给的应许 我想他毕竟是非常的高兴 可能也和他身边的人分享 我想他最高兴的 便是他要有一个由自己所生的后裔 而不是要经由收养他的仆人大马四个人 以利以泄而得到后裔 我想这些话一定是深深地进入了萨莱的心底 亚伯兰显然是对神的话很有信心 其实萨莱也是信的 他仔细地思想亚伯兰所听到神的话 那话中说亚伯兰会有一个他自己所生的后裔 但是却没有提到他自己的名字 在环顾人间 有听过男人老莱得子的 但是却没有听过老女人产子的 就算是到了如今科学发达的时代 50岁以上的女人怀孕生子的比例 已经小到百万分之一以下 60岁以上的更是绝无仅有的 萨莱当时已经有75岁了 已经绝经了断无可能怀孕的 所以他思想是不是自己太自私了 霸占了亚伯兰 所以呢 就让他一直都没有后裔 这就是他告诉亚伯兰 而且还是用恳求的口气 耶和华使我不能生予 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 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 所以这里就说亚伯兰听从了萨莱的话 纳了萨莱的使女 埃及人夏甲为妾 并且和他同房 果然如此 亚伯兰就使夏甲怀孕 有许多人批评亚伯兰和夏甲这件事情 并说这是亚伯拉罕的软弱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 亚伯兰和使女夏甲一同房 就使他怀孕 那么他与萨莱结婚这么多年 到如今已经80岁了 还没有子嗣 可见他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没有偷吃别的女人 否则早就有子嗣 不是吗 我看这件事倒是证明了亚伯拉罕的优点 这几个人想要靠自己的力量 来成全神的旨意 想要在神的预言启示上有份 当然我们知道后世的发展 就知道他们所忙碌的 只不过是一番瞎忙 他们所做的并不是遵循神的旨意 因为后来神说了 从萨拉所生的才算是你的后裔 因此他们现在所忙碌的都是瞎忙 然而自从神向亚伯兰显现 告诉他要有自己所生的后裔之后 到萨莱安排夏甲与亚伯兰同房 以至于怀孕 神就任由人们胡搞也不干预 从下面所发生的事 更是千百年来 大老婆与小老婆之间会上演的戏码 夏甲因为自己怀了孕 就轻看自己的祖母 而萨莱因为自己的有权柄 就苦待了夏甲 这些都是人性 我们都不能给予过多的批评 他们会有如今的反应 都是在长时间里面 按着当下似乎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情况而做的选择 夏甲身为使女 常年看到身为太太的萨莱 在生活中所获得优渥的待遇 但是到如今 她也不能为主人生下后裔 反而是自己如今怀上主人的孩子 难道不应该获得更好的待遇吗 难道还要坐着 还要怀着孕 来侍奉祖母吗 阿萨莱心想 你个埃及人本来是法脑的奴隶 赐给我当使女 是我安排你 给我的丈夫为妾 享受到爱情的快乐 还怀上身孕 那现在你才刚刚怀上身孕 就想要爬到我头上去 这么快就忘恩负义 那将来孩子生下以后还得了 非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这可能就是许多争端的源头 人会从自己的角度来思考 按照自己的利益来行动 伤害别人也可以是选项之一 这样的悲剧常会在人间上演 那么这样的悲剧要怎样收藏呢 还是要神来帮助人 我们要到下一篇中再来思考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